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世诗纪第九天 世诗纪三章十五至三十一节 做贵重的器皿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汴亚敏仁基拉的儿子以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 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 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 以户献完礼物便将台礼物的人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 王啊 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 王说 回避吧 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 以户来到王面前 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 以户说 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 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肚腹 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被肥肉夹住 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 且穿通了后身 以户就出道游廊 将楼门静都关锁 以户出来之后 王的仆人到了 看见楼门关锁就说 他必是在楼上大姐 他们等凡了 见仍不开楼门 就拿钥匙开了 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 他们担言的时候 以户就逃跑了 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 到了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 他在前头引路 对他们说 你们随我来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那时击杀了摩押人 约有一万 都是强壮的勇士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国中太平八十年 以户之后 有亚拿的儿子 山家 他用赶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非力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俗话说 英雄不怕出身低 圣经更是说 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可以使用各种背景及条件的人 一 以户 身体残缺的人 圣经记载 以户是左手便利的人 左手便利的原文是 右手不便利 或者受到限制 也可能是残障者 对以色列人来说 右手不便利会被视为身体有缺陷 或被视为不洁 但是 神使用身体有缺陷的以户 来拯救百姓 甚至为国带来八十年太平的日子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见以户足智多谋 沉着冷静 反应敏捷 并且充分计划预备 他用计杀死磨牙王伊基伦 还能全身而退 并且他不只能单独行动 也能参与团队侍奉 运用谋略带领百姓 因此以色列人在约旦河渡口 击杀了约一万个磨牙强壮的勇士 二 山家 出身卑微的人 山家也和以户一样 是个特别的人物 从人的角度来看 他可能是一个农夫 未经训练 身份低违 不适合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 但是 神却使用他 借由一种特殊的武器 赶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个非力士人 神透过山家 表明他拯救的能力 就像诗人大卫所写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在诗诗纪的十二个诗诗当中 山家属于小诗诗的一类 因为圣经只有一节经文 记载了关乎他的诗迹 另外 诗诗纪五章六节 也只提到他是亚拿之子 几乎很少人会注意到他的名字 但是 上帝记得并看重山家 他借圣灵感动世事记的作者 把山家英勇的诗迹记录下来 使徒保罗教导我们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天生我才必有用 从乙护及山家的身上 我们看见上帝选择和使用的人 不在乎他的出身高低 而在乎他是否拥有 谦卑顺服及愿做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 不轻看自己 而是把握每一个 可以服侍他的机会 愿意更多被他使用 感谢主 因为你使卑微的人 成为你行事的器皿 求你也使用我 做你贵重的器皿 道读神的话 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一节 人若自洁脱离悲见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阿们 是的主耶稣 你所要用的 就是圣洁的器皿 圣洁的器皿 就是贵重的器皿 是合乎主用的器皿 阿们 是的主 主啊求你使我们 能够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 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必须先被你洁净 除去罪恶 肉体的爱好和自己的意思 这样才能专心的 敬虔的来顺服你的旨意 阿们 是的主 我们要从罪和自我中心当中 分别出来 立志成为圣洁的人 叫别人从我们身上 看见有主你的样式 阿们 是的主 人眼睛看见的 只是精气 木气 瓦气 但是主 你眼睛所看见的 却是这个器皿里面 是否干净 阿们 是的主 主啊 你在乎的是我们 是否圣洁 主啊 求你提醒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 立志成为圣洁 合乎你用的器皿 使我们能够成为 你眼中 所贵重的宝贝 阿们 是的 我们要预备自己 好让神 在我们生命中 得着荣耀 孩子这样的祷告 依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